應該說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變去Korea 但是你可以享受可能跟去Korea一樣的 對就從音樂得到的樂趣這樣子 歡迎來到Island Torch 我是鄭浩文 那今天我們很榮幸的能夠邀請到彭一文彭老師 來參與我們這個訪談 那我們歡迎彭老師 哈囉大家好 好我叫彭一文 我是司祖空的音樂總監 然後我們司祖空樂團做的是爵士樂跟果樂 或是說傳統一些傳統的音樂元素的一些結合 然後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位爵士的老師 目前在台南藝術大學任教 老師怎麼會就是踏上這條選擇爵士的這條路 在我們以前那個年代就是爵士樂沒有那麼普遍 尤其在台灣 所以一直到大學我在電影裡面聽到爵士樂才發現 非常的喜歡 那還好我小時候有學一點鋼琴 所以那時候發現這個很美妙的音樂以後 我就去找老師開始學習爵士 就是好像就是被爵士樂的那種律動 swing的那個感覺吸引到 所以就發現說那個比我原來本科系的好像更有趣 對所以就就轉換了跑道 老師原來念什麼呢 我原來念社會系 哦 那然後還記得就是那個電影 老師剛有提到電影 電影是還記得是哪 哦 對啊叫做那個一曲相思情未了 The Fabulous Baker Boys 嗯...你們大概不會 欸...趕快切走嗎 原來是Michelle Pfeiffer 跟兩兄... 男豬腳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那他就是跟... 這兩兄弟都是鋼琴師 然後他們就是在club裡面彈雙鋼琴 然後Michelle Pfeiffer 唱歌這樣子 然後所以伴隨著爵士樂和他們的愛情故事 對就讓我非常印象深刻 那音樂是Dave Grussin 做的 就是其實蠻多元 然後搭配那個劇情在一起 我就覺得真的是 非常的吸引我 聽起來蠻有趣的 對如果你有機會也可以去查查 對 在學習這段爵士的這個能力 你怎麼樣就是可以轉換 或是在其他領域上面 你覺得是一個什麼樣子 對你有什麼樣的幫助 很有幫助 因為我覺得學習爵士樂 其實是一個 蠻好的深入音樂的一個管道 因為爵士樂我們就是會被要求要即興演奏 你除了要能夠有演奏技巧以外 你還要知道創作能夠做什麼 也就是說你對於樂理 還是要有一定的了解 對之後再回到台灣 我覺得也是既然巧合 就會碰到一些 就是很有興趣 去做改變的一些國樂手這樣子 對那就是跟他們合作以後 我覺得爵士樂訓練 就是也對於幫助我去了解 他們的音樂非常的有幫助 爵士樂好像可以提供我一個認識音樂 比較全面的一個方法這樣子 對然後讓我在欣賞別種類的音樂的時候 可以看到更多的東西 對 在學習爵士樂的這段過程 我相信就是大家多多少少一定都會遇到挫折 那不曉得老師在那邊分享一下就是遇到什麼樣 你覺得對人家是比較大的挫折 那怎麼克服這件事情 對啊 我總是覺得回顧起來好像有種血跡斑斑的感覺 很基本的就比如說樂器的技巧 可能就是一個障礙 因為我畢竟沒有好好的練過琴 所以那時候即使去了Berkeley 然後也很想要努力 可是其實一開始練了半年 手就受傷了 然後就因為方法不正確 然後之前又沒有搭好 就是沒有建立正確的技巧這樣子 對沒有搭好基礎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要提醒大家就是 演奏樂器這件事情 雖然他看起來很靜態 但是你的非常小的肌肉 其實是一直重複的在運動 比如說你吉他好了 或是鋼琴也是 對 那這些這些動作呢 就是 如果你練同一個東西練太久的話 其實都可能會造成 那個肌腱炎 或是 或是就是你的肌肉的受傷害這樣子 對 那我自己會建議大家就是 你要就是讓你全身的肌肉 其實都有一定的強度 那就是運動就很重要 我覺得大家要想說 我們的身體其實 就是我們自己的樂器的一部分 應該說是樂器的核心 我們的身體要照顧好 然後你才延伸到你的樂器上面 它才會是整個是好的音樂這樣子 所以這是第一個就是你在技巧上 其實是吃力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我們在 我對爵士樂其實是陌生的 就是我到大學才接觸到 雖然我好像很快就被他吸引 但是就是裡面的 美美嘎嘎的東西真的很多 那我覺得這些美美嘎嘎的東西就是 就是你要泡在裡面夠久 然後當然也要 也可以用一些理性的方式去 去分析和學習 但是就是要有一定的時間 你可能才可以真的 比較進入狀況 比如說到底怎麼樣可以 彈出swing feel 對或是說 不要說swing feel 好在這之前可能是 怎麼樣可以讓你的 節奏是穩定的 這個我就覺得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很大的罩門 因為就是 就是可能從小沒有建立很好的 節奏習慣 所以我覺得在學習絕世樂上 這就是就是剛講技巧 然後就是節奏 就是一個障礙 然後第三個是 我覺得我也不是一個 對和聲有很 很豐富的想像力 或是有很多那個 和聲的資料庫的人 對 那就是說可能以前古典音樂訓練 還是比較是調性音樂 或是 比較古典樂派的東西 比較多 那當然像浪漫派的東西 我們後來知道 就是爵士樂很受 後期浪漫派 或是音響派的和聲的影響 但是 我在小時候 並不太有接觸到 對 所以我就發現說 哇這間 我就發現說 在Burkley看到那些很棒的 爵士鋼琴 不管是老師或是同學 就是他們都有非常豐富的和聲 但是我一開始的時候 真的是鴨子聽雷 就是 就是那個不在我的 我的 那個資料庫 不在我的系統裡面 對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我有跟 Joan Braking上課 然後他就說 你在彈的時候 你不像是一個鋼琴手 你比較像是一個管樂手 因為我的想法都是Line的這樣子 對 就是那個和聲的東西就是 就是很弱這樣子 對 所以就覺得你看 這個 技巧 然後節奏 然後和聲 對 那 其實大家已經把所有 學音樂該會的都打死了 所以我就覺得 為什麼說 是一個很 很血跡斑斑的過程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竟然撐過來 應該算是一個奇蹟吧 所以 學習爵士樂上面碰到困難 好像是還滿正常的 因為我們學古典音樂 其實我們一開始就知道 它需要 十年二十年 甚至更長 你才學得會 然後 你就知道它是很難的東西 但是大部分的人 在想到爵士樂的時候 就覺得它是 POP裡面慵懶放鬆的 東西這樣子 好像應該不太難吧 這樣 或是有些人覺得 我學一學 古典音樂好像有點苦張 那我來玩玩爵士好了 但其實 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我覺得是 我們在學爵士樂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 對它的 期望跟設定 其實是 是怎麼說 就有點不切實際啦 對 不過因為就是它有一個 很吸引我的聲響 所以 雖然就是過程很辛苦 但是你總是覺得有一個 前面有一道光在等著你 我覺得也不要預設太多 就是我一定要達到什麼 對最重要是 是不是在學習 學習的過程裡面 你真的可以享受到點什麼 或是 你可以感覺到自己一點成長 我覺得都是好事 應該說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變去Korea 對 但是你可以享受 可能跟去Korea一樣的 對 就是從音樂得到的樂趣 這樣子 對 我覺得現在我們台灣應該是 比較容易找到正確的學習的方法啦 對 我自己回頭會覺得說 我自己走了很多的冤枉路 對 不過冤枉路 應該是 怎麼樣的冤枉路都不會白費 對 因為我走過很多冤枉路 所以可能我現在在教學的時候 我比較容易知道學生 碰到的問題 和他被什麼東西卡住了 我這邊講師父空 其實是 就是一個 教學的一個機構 那 老師那邊跟 看的人分享一下 就是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然後可以提供什麼 好 我們這邊是教爵士樂 然後一開始是為了教我們自己的 國樂手的團員 就是我們 我跟Toshi 我們是學爵士樂的背景 然後等於是我們跟其他國樂的團員 去分享我們怎麼練習即興 或是爵士的合成這些 所以一開始是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陸續就是有很多優秀的老師們 從國外念回來 包括像是爭議啊 Hope啊 然後委屈啊 明豔啊等等 對 那陸續回來以後 我們就邀請他們來這邊開課這樣子 所以我們一開始主要是以爵士的combo合作為主 然後後來大家combo合作發現說 我們這樣好像有點不太夠 所以就又開了 可能是即興的課啊 或是爵士的voicing啊 或是爵士鋼琴的voicing 或是 像樂離編曲的課 就是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課程 我們就盡量的看 如果找得到適合的老師 然後也有同學願意學習的話 就是四祖空就算是一個平台 讓大家可以在這裡交流 對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找到你 或是我要怎麼樣可以找到四祖空 哦 就是上網搜尋我們四祖空的facebook 那我們現在也有youtube channel跟IG 老師最近有什麼演出 或是有一些特別的活動嗎 嗯 我最近有一個音樂會叫做 濃濃公婆大追故 你們一定聽不懂對不對 這是一個客家話啦 就是用一些客家的諺語 然後把它拼成rap 然後找我弟來rap 然後我做音樂 好酷 其實當然整個音樂會只有兩首是rap 然後其他有jazz standards還有一些我其他的作品 那這個音樂會的演出是在10月4號 嗯 禮拜天的晚上在鴨皮書店 然後另外一場在台南是10月27號 禮拜二的晚上在台南藝術大學的演藝廳 也是晚都是晚上7點 觀眾太吵觀眾太安靜 你比較就是喜歡哪一個 嗯 好難喔 嗯 比較喜歡哪一個啊 對 太安靜還是好一點 至少我不會被他們吵到 好 我還可以繼續吵他們 練習跟表演 哪一個你比較喜歡 然後你比較享受中間的過程 都很享受耶 不太一樣的享受 練習享受自己啊 然後表演享受他人啊 非常好的答案 你表演前會吃東西嗎 不要餓到 那你不要吃太飽 吃太飽就想睡覺 你還有嗎 還有別的問題嗎 還有什麼 如果 如果你可以 如果你要戴帽子表演的話 是哪一種嗎 我立刻想到就是那個棒球帽耶 K-pop的Ref團這樣 對 好 那請大家多支持 Ilearn Torch 然後 這是一個非常棒的爵士樂的平台 如果你喜歡他內容的話 歡迎你訂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